然后都会开诊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今天就一定要跟老师讲 如果不舒服 那如果回到家里面有不舒服 就赶快跟家长讲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 加油 谢谢副市长 台北市启动国小莫德纳疫苗校园接种 副市长蔡炳坤到新一国小视察 并表示新一国小有179位接种 占22% 还包括12岁以上接种第二季的两位学生 学校接种顺序跟设备安排都很完整 小朋友先透过设备身份确认 再由儿科医师问诊 留官外有身体不适可以前往护理站 若有需要就由仁爱医院这户车后送 重视小朋友的接种安全 那今天特别跟局长还有连一的 这个詹副院长 我一起来关心接种的情况 也谢谢学校这边做了很好的安排 刚才我们到现场去看 整个接种的顺序 以及准备都很完整 那小朋友透过这个包括身份的确认 然后联盟体温 接着医生 特别安排了儿童 这个儿科的医师来给他问诊 然后到接种 接种完去留官 到目前第一个班 大概快接种结束了 都相当顺利 那留官完 我们其实旁边也设了这个护理站 有相关的急救的 急救包 相关的设备 那如果小朋友有不舒服的话 就会到护理站去 那去给他进一步的 让他休息一下 或者给他做一些诊断 假如真的有需要的话 那我们仁爱医院就会启动 救护车的这个后送 所以确保小朋友在逆远的接种上 能够顺利跟安全 是我们这一次 在整体上安排 老贵亚重视的 那新一国小 他的这个前校有800位的学生 那今天来接种的是179位 179位 比例上大概是22%左右 那179位当中其实也很有代表性 因为他有四位是幼儿园 我们新一国小有互设幼儿园 所以四位虽然是在幼儿园 那他们也刚好已经满六岁了 所以可以来接种 那当中也有23位 是12岁以上 12岁以上的小朋友 他接种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他是莫德纳是接种全剂 全剂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在做处理 半剂的跟全剂的要分开了 所以让这个12岁以上的 最后再来接种 那12岁以上的23位当中 又有两位已经打过第一季了 所以他今天是来打第二季 那第一季跟第二季又要间隔12周 所以每一个我们都要非常谨慎的 去了解学生的情况 那原来我们是有让学校这边 让这些家长如果要陪同的话 可以跟学校申请 那到目前为止 新一国小这天 是没有家长提出这个陪同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家长志工 服务非常好 几乎是一个带一个 所以我想这样的话 家长会去别人所安排的 家长志工安排得很好 所以一般的家长都会放弃 所以大致上我们整个在处理上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再来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 满6岁的有4位今天接受 也是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 那我们其实总共呢 就是学生呢 其实我们原来大概有 4成多的孩子是有意愿 那因为现在我们尊重家长的 选择意愿嘛 所以呢 这今天呢 大概就是有2成多的 2成2左右的小朋友 接受疫苗的接种 我们今天在接种的会场上面呢 我们有总共有15位的爱心志工 那这些爱心志工呢 就是包括我们的家长会的会长 副会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爱心家长 陪同孩子 那因为我们学校呢 过去在接种流感疫苗或健康检查 所有的就是一定会有 十几位的志工协助陪同孩子 所以今天就没有家长 蔡秉昆说 目前接种医院调查已回收50所 有医院接种29% 另外有4%想到医院接种 已经和11家医院讨论号 下周一会陆续成立 儿童疫苗接种门诊 因为目前中央尚未说明 BNT儿童疫苗到货时间与规划 也尊重家长医院 提供充裕的时间 让家长思考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大家一会不会完整奖 下周一会 Canadian iden 的 뭐가